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小的懒人剪纸频道 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低卡甜点系列 那么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四款不需要烤箱来做的低卡甜点 你只需要善良的心和勤劳的手 准备好你的小马渣,Ready,Go! 今天的第一款是一个巧克力尾的杯子蛋糕 首先需要准备30克的全麦面粉或者蛋白粉 加入大约10克的原味可可粉,把它们搅拌均匀 之后加入大约2克的代糖 代糖比普通的糖甜度更高 所以加1-2克就很充分了 加入一颗鸡蛋 我这颗是一只营养不良的小鸡蛋 只有50克 之后加入大约50毫升的牛奶 召唤你的麒麟神兽把它们搅拌均匀 我刚才忘了加炮打粉了 大约是2克左右 没给麒麟神兽充钱的同学 用自己的麒麟臂来解决咯 为了丰富口感 我加了一些用黑巧克力做成的无糖可可豆 它的口感有一些微苦 所以让整个蛋糕吃起来不是那么的腻 用魔法把我们的泥浆转入到杯子当中 微波炉中火 叮一分半 第一次尝试的小伙伴可以中间有牙签戳一戳 如果没有粘连就证明已经全熟了 这个方法做出来的杯子蛋糕 口感是非常松软和湿润的 微波炉叮完就直接可以吃了 但是像我们这样精致的作作女孩 是必须要给他们摆盘的 我用原味的可可粉和酸奶 做成了一个巧克力味的酸奶 之后又加了一些无糖的椰底脆片来装饰 大家也可以换成自己喜欢的季节水果 那这款杯子蛋糕可以做成非常多口味的 抹茶的草莓的香蕉的 你喜欢任何口味都可以把它们改造 一小给出的这个份量 大约可以做成4个杯子蛋糕 每个大约是60卡左右 为什么到最后摆盘的时候总是少一个呢 因为三角关系非常的稳固 嗯 因为被我偷吃了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款 伪装成牛油果的布丁蛋糕 首先你是要准备一颗非常相爱 死活分不开的牛油果 之后无情的把它们分成两半 谁都不能在我面前秀恩爱 挖出半颗牛油果果肉 加入半颗香蕉 大约5克的吉利丁粉 加50毫升的牛奶 在微波炉里融化一下 把所有食材放入搅拌机 搅打成这样能让灭霸 原让世界的奶糊糊 但是五一出趟门 我开始有点理解灭霸了 把我们的原料奶糊 原封不动的转移到 刚才掏空的牛油果碗当中 给它瞪两下 把敲墨咪溜进去的空气排出来 之后放入冰箱 大约冷藏15到30分钟就OK了 中间呢我们可以来准备牛油果这个糊 我用到呢是这种无糖的古物做的小饼干 大家也可以用玉米脆片 楼下邻居不在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手动撬打法 之后加入大约10到20毫升的牛奶 把这个碎渣渣呢团成一个小球球 放进微波炉 打在中火定30秒就可以了 让它稍微干燥和凝固一下 其实为了做这个相似又低卡的牛油果活 我真的费了一番心思 快看是不是一毛一样 当当完成 香蕉本身的甜度很高 所以不用再单独的添加糖 需要提醒大家一点牛油果比较容易氧化 大家做好之后一定要赶快把它吃掉 吃起来的口感呢是像慕斯一样 非常绵密和丝滑的 但是呢又不会很油腻 有一种牛油果淡淡的清香和香蕉味的甘甜 半颗牛油果的份量可以做成大约两个这样的慕斯蛋糕 每一个热量呢在100卡左右 今天的第三款和大家分享一个 吃起来嘎嘣脆的坚果能量球 首先需要准备大约15克左右的抹茶粉 30克左右的燕麦 最好选用即时的燕麦 如果是生燕麦的同学呢 一定要用烤箱来操作哦 最后还需要准备一些喜欢的坚果 我这里用的是杏仁和巴西坚果 把这些不听话的坚果们处于粉身碎骨腥 不要切得太碎 保留一些颗粒口感会更棒 最后把所有的食材放在一起 加入非常非常少量的牛奶 增加一些粘性 那么又到了食物马沙鸡的时刻 呃这个一号技师没戴手套啊今天 不太专业 哎呀先生你们懂啦 我们这次环保了嘶 我们这个租题都是经过开水趟的啦 非常非常干净的啦 按摩之后呢 要请各位绿色的小丸子先生 进微波炉高火烤一分钟 记得每20秒要给所有的小丸子翻下身 保证瘦肉均匀 烤完之后呢 就这样子稍有点焦黄色的表面 即使没有烤箱 也能用微波炉做出这样一个 非常简单快手而又酥脆的 坚果能量球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试毒环节 那今天最后呢 和大家分享一道非常低碳水 低卡低油脂的豆腐提拉米苏 选用这样的内置豆腐 在微波炉里盯两分钟 之后再准备一个空杯子 加入大约30克的亚麻子粉 一颗50克左右的小鸡蛋 还有两颗的泡打粉 加入些清水 把它们搅拌均匀 我这里选用亚麻子的原因 是用亚麻子的碳水非常的低 是普通面粉的二分之一不到 微波炉里两分钟 就可以形成这样 类似于蛋糕体的状态 拦腰把它们切成两半 这个迷之焦点 我贵了 最后我们再来准备 豆腐奶油的部分 把那只豆腐叮熟之后呢 我加入大约15克左右的奶油奶酪 想要超低卡的同学呢 也可以不加 之后加入大约2克的代糖 做了这么多菜 麒麟神兽以下限 需要借助一些科技的力量 打成这样细腻的奶油状就可以了 来 组装我们的提拉米苏 在杯子底 放上刚才切好的最大的那一块蛋糕 加上一些浓缩咖啡 再放上我们的豆腐奶油 一层一层这样的摆放上去 一小做的这个呢 是四层的 有实力的同学可以挑战一下100层的 最后在表面上 撒上一些巧克力味的泥土 别忘了种上一颗蔬菜 假装它是一颗不用浇水的盆栽 除了亚麻子粉之外 一小之前还尝试过 用燕麦脆片来做提拉米苏 口感虽然更好 但是热量相对比较高 亚麻子粉做出来的呢 口感是比较湿润的 蛋糕体已经被咖啡完全的尽透 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 用豆腐做的奶油 有很多豆子的味道 那只豆腐呢 其实味道是很淡的 反而有一种植物的清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这些视频 记得看十遍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